多家媒体报道说 政府打算把津贴食用油配额 从现有的每个月6万吨减少到4万吨 那理由是厂商无法满足这个额度 导致市面上出现了食用油短缺 那政府今天就否认这个说法 强调6万吨配额维持不变 我们能够做出一个决定的决定 我们能够减少到60万吨每月 我们也曾经压态重新的决定 但仍然还要求答案 从一场MOM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那斯里沙拉胡丁阿玉今天强调 在现有的配额下 津贴食用油足以应付家庭用户的需求 部门随后也发文告解释 特定地区经常面对津贴食用油短缺 可能是因为小贩和餐饮业者 购买了本应该留给家庭用户的津贴食用油 或是厂商没有全面运作 导致出货量下跌 那其他的原因也可能是输送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